现在日本方面也在关注着 在日前辽宁舰的演习 日本防卫省就有公布 说辽宁舰其实是在14、15号 两天之内累计的起降舰载机 共140架次 所以算起来的话 既然是两天 平时一天就出70架次 可是却有人说 那如果是14号 其实就是那一天的演习 就是当天只有单日一天 13小时不是吗 所以是不是通通 其实就是集中在14号那一天了呢 那但是呢也有人就说 你要算那个起降的次数 会不会其实只是参考而已 因为还有更重要的参考指标 韩冰 其实以它这种滑耀性型的这种航母 去跟美国这种弹射型的航母 去比这个短时间起降的这种 这个速率 其实不太公平啦 讲实在话 因为它那个是要靠自身动力飞起来的 跟那个直接弹出去了还是有差 所以它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能够达到这么多的架次 其实是非常惊人的 其实这代表什么 就是中国大陆对这种滑跳型起降 已经运用得非常熟练 在我看来它已经比这个甚至其他采用滑跳的这种激情的国家 我看起来都厉害得多 我觉得前苏联是远远不如它 因为中国大陆这种概念是从前苏联那边继承过来的 所以现在我就觉得中国大陆比较有趣的是什么 也就是它现在有两型就是辽宁舰跟那个山东舰是用这种滑跳 可是它下一代的福建舰是用弹射 所以那个又是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起降方式 所以这个对解放军来讲 你同时有两种不同的起降方式 其实对他们飞行员也是很大的一个考验 但是我就觉得它现在能够把滑跳都能够密集起降到这种程度的话 那表示它形成战力是绝无问题的 你要知道140架是其实已经非常惊人了 你要知道那个基本上我们在台海附近空域很少同时有几十架次的飞机在那个地方飞 所以它已经形成非常足够的一个战力 所以我想美军看到这样的状况日军看到这种状况 大概也会知道辽宁舰的战力就是摆在那边 他们大概也会跟它保持一定的距离 是 而小镇长其实我们在讲那日本自己呢 之前我们就讲有个类航母是初云号 现在这加贺号在哪呢 好 根据报导说 它已经跟美军的F-35B战机搭配合作 在20号已经在美国的西岸首度完成起降的测试了 这能够带来多大的战力呢 它的战力其实我们刚刚谈到航空母舰 那现在谈到这一种F-35B短长起降的这种战机 其实它都建构在说它的舰载机上 战力在舰载机上 航空母舰它的战力并没有那么重要 那它最主要的它是要尽快的 让这一些战机都能够全加班起飞 所以我们这样讲我举出几个数据 以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来讲 它的标准是多少 它的标准是一天12小时的话 它要起降120架次 那如果是24小时就是从白天到夜晚的话 它要起飞240架次 那另外现在讲到的这一个福特级的航空母舰 它的标准是12小时160架次 那当然如果这样比的话 辽宁舰跟山东舰的确它的数量 跟这一个尼米兹级或者是跟福特级 它是有落差的 但是马上就有福建舰了 福建舰的数量是多少 那个如果滑跳都可以用到现在这个数据的话 那个弹射那也就更可怕了 那其实日本不用太得意 你不管你去怎么弄 弄了出云又弄了加贺 你终究是要被剥第二层皮的 好好的卖你这个F35B 那刚刚讲的那篇论文 小建长有啊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这篇 国防科技大学学报 这一篇论文到底在讲什么 这个真是满子心酸泪啊 讲的真是看不太懂啊 不过小建长解释给大家听 其实它这个说法是什么 还记得吗 我们在讲到南斯拉夫作战的时候 它是不是有F117被击落 那它被击落的时候 当时使用的是什么 就是维拉 Vera这种被动雷达 这种被动雷达用的是什么 就是你自己开启雷达 或者是它有一个主雷达发射出来各种的讯号 然后由你反射到各个的这一些雷达站之后 它来接收 然后它来接收这种综合来定位你的正确位置在哪 那这一篇论文里面它讲得很清楚啊 它用的可以用北斗的信号 如果北斗信号被干扰没关系 它说其实所有的都可以用 GPS Galelio 也就是切利略 然后还有俄罗斯的Gronis 通通可以用 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 这么厉害啊 它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只不过以前是要有一个雷达发射讯号 它现在不用 它是用卫星的讯号 然后我接收一个卫星讯号 可是我会接收其他卫星讯号的相位差 为什么会有这个相位差存在 因为它达到了目标 这个目标却在我们雷达上没看到 它就是隐形战机 这篇论文的从头到尾就是在讲这件事情 解放军有没有这东西 解放军有啊 DWL002 就是我现在给大家看到的 这一种 它其实就是被动式的雷达 那所以说这篇论文 它就是从我们之前的雷达 变成现在用的雷达 用了GPS讯号 所以这个只要有努力 耕耘论文 它就会有所精进 这个就是解放军 今天最后还是要有请教官 再次的跟大家推荐 这个非常好用的产品 我自己也很喜欢 它就是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 高防晒系数的凝露 非常的清爽 而且抗紫外线非常的有用 欢迎大家能够多多利用 我们的中天快点购平台 来选购哦 并且还可以打 CTI798 CTI798 我的推荐代码 可以享有额外的折扣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合护您 合护前家人 专属里的KS Royal Care 烫光清爽高防晒凝露